准备 娢娢到底什么时候 能回国越发的觀察 希望娢娢回国之后 感受我们所有人的温暖 Yaya, the giant panda that spent 20 years in the US 大熊猫每一下和天天共产下四只幼崽 为美国民众带来了欢乐 拉近了中美人民的新银巨 天天小琪琪回家了 它与现代中国一同走向世界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坐标体系 它从边缘走向中心 跨越万水千山 拥有了全球支配地位 由猎奇到宝物 退下礼物与宠物的光环 回归自我 70年跨年 一段大熊猫的跨洋之旅 一段人类文明交融共进的历史旅 对准备放归的大熊猫做野化训练 这是张和民和他的团队持续在进行的工作 人工饲养的大熊猫放归野外 是大熊猫保护系统工程的最后一环 也是最艰难的一环 这项工作他们已经做了近20年 今天张和民的研究方向 跟过去完全背道而驰 在大熊猫生存繁衍的研究路上 他有过曲折的探索 39年前 因为给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真正喂食 他和外方专家乔治夏勒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观念冲突 并因此被逐出了五一旁 很有意思 当时是一只猫 我跟他们都有很大的矛盾冲突 在这些理解方面 所以在《最后的大熊猫》那本书当中 把我的名字是在里面的 是说我是一个制造麻烦者 所以我是其实现在来看 真的是理解上的不同 真正是生活在五一棚上方山峰上的 一只雌性大熊猫 早在1978年 五一棚建立之前 这里就是真正的领地 1979年5月 真正被五一棚的研究人员发现 并开始对其持续追踪调研 至乔治夏勒到来时 真正依旧是五一棚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真正逐渐习惯了五一棚的存在 他有时自行闯入五一棚营地 偷吃工作人员的食物 最后甚至发展到经常来蹭吃蹭喝 登堂入室的地步 张和鸣等几位出出校门的年轻人 处于朴素的情感和讨好大熊猫的动机 由于将真正放进工作人员居住的宫棚 真正随意从厨房拿东西吃 追着人到处跑 甚至雀巢纠站 把工作人员赶出宫棚 就是这个熊猫已经跟我们成为朋友了 每天它可以出去找竹子吃 我可以离它五米甚至三米 我可以跟着它 我们当时想的是 这个地方可能一片都是干枯的竹子 可能它活不了 我们那种事情就是要去抢救它 就是我们的责任 当时正封大熊猫栖息地竹子开花 国内研究者普遍认为 大熊猫遇到了生存危机 各地因此纷纷救助野外大熊猫 这给了几位年轻人底气 乔治夏乐对此非常愤怒 他的理念是 不要去打扰和干预 自然状态下的动物 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远远地观察它们 哪怕因为距离的原因 又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取得一点研究进展 也尽量不要干预 外国专家说 这个就应该它自生自灭 如果说它母亲在那 它母亲肯定会救它 或者是想办法把它捞走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去 把它救回来呢 它那种纯粹的保护主义 那种思想 保护主义那种思想 几位年轻人不顾乔治夏乐的反对 依旧我行我素 甚至喜欢坐在火堆旁 给熊猫喂食 一怒之下 乔治夏乐给四川省林业部门的官员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真正极具危险性 可能对人造成严重伤害 它对五一鹏的研究工作 构成了干扰 野生熊猫变成了爱荷州的营地宠物 它还说 如果国际上得知五一鹏发生的事 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到严重损害 国家林业局派出特别小组前来调查 张和明等三人被调离工作 真正也被人抬着犯规到 离五一鹏十英里的地方 当时批评得很重的 说我们年轻气盛 没有那种真经的思想 好像就是说对老的科学家真经不够 好像是我们想怎么样 但是那个时候从理论上讲 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只是保复思想方面的 考虑不一样 我们是在新中国教育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国家的号召 比如说号召我们去救熊猫 那我看到的那个受灾的熊猫 我肯定是一种抢救的心态 没有说那时候要突出过人什么 没有这种思想 这场变故成了张和铭人生和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考虑到几位年轻人并非处于恶意 而且当时人才也非常缺乏 几个人都还年轻 上级部门对他们的处分留有保护余地 1987年张和铭被派往美国学习 两年之后带学成归来 重回卧龙 就是这个事我明明我们没有错 要批评我们 所以后来心里很难受的情况下 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想干点事 自己想做点事 张和铭只能用自己的行动 去消除这场误会 1989年重回卧龙之后 张和铭被委以重任 负责公关研究大熊猫的人工繁育问题 从1980年跟世界自然基金会达成合作 至1989年 时间过去将近十年 可是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进展很小 保护繁育中心 仅在1986年繁殖了一只熊猫 结果不到两岁 这仅有的一枚硕果也夭折了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支持以后 当时在国内的应该是设备也好 各个方面也好 有专门的研究中心 房子也不错 设备也不错 但是遗憾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人员力量和大熊猫的 把这些房子研究很多的关键问题 没有解决 世界自然基金会也派了一些专家来了 那么中国这时候呢 我们在大熊猫工程班呢 也在借尽全力说呢 把能够繁育的大熊猫 甚至来讲把秦岭的大熊猫呢 也调到卧龙去 和四川的大熊猫呢 进行这种房子研究工作 那么也就是想尽全力来做这件事情 但做的效果的确不好 在我去之前 就是大熊猫的繁育 就是指在86年的时候 生了一只熊猫 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就WWF那个叫菲利普亲王 还给它取了名字叫蓝天 但是两年以后 它就得病死了 就88年就死掉了 后来就一直没有繁育出来 所以繁育的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国际国内的批评 国家领域局给卧龙研究中心 下达了公关期限 张和鸣就是在卧龙研究中心 存亡之际归国领先 承担卧龙大熊猫繁育攻关课题 卧龙大熊猫繁育遭遇世界性难题 国家领域局下达了公关期限 你就告诉他 如果说你大熊猫要三节子 那繁育就不出来 那这个中心就撤销了 背水一战 张和鸣团队如何攻克大熊猫 人工繁育的三座大山 因为一场严重的观念冲突 张和鸣等人被逐出了武艺棚 我跟他们都有很大的矛盾冲突 在这些理解方面 在卧龙研究中心存亡之际 他重回卧龙 承担大熊猫繁育攻关课题 心里很难受的情况下 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想干点事 自己想做点什么 1991年的春节 范志勇是在卧龙度过的 他当时担任国家领域局 大熊猫保护办公室主任 跟几位同事代表国家领域局 专程来自传达命令沟通情况 你不是说你缺熊猫吗 对吧 当时我代表了业顾大尔 做了表态 我尽可能地把所有能够 大熊猫繁育都往你这儿掉 那你说没有失灵的凡熊猫的话 你就说不出去了 对吗 第二你不是说有资金缺乏吗 当时大熊猫工程办 不能怎么样抽策资金 对于你来讲 基本研究的这种资金 尽量给你保证 那个时候 刚刚国家局有关领导找到我 说你能不能出来承担一下 这个91年到94年 这么就是给你两三年时间 承担这个法育公关计划 给你20多万块钱 科研经贿 能不能你来把这个事功课一下 如果你们能在三年以内 繁殖出一只熊猫 那我们就让这个中心继续存在 如果说不行 那我们就把这个中心撤掉 你们就做人 明确告诉他 如果说你大熊猫要三年之内 繁殖金不出来 那这个中心就撤销了 大熊猫 你这样的繁殖大熊猫 全部要调往其他地方 你这个中心就不存在了 你也就以后再不要谈什么 搞大熊猫繁殖研究工作 你也再不要谈呢 你这个大熊猫 这个地方叫大熊猫繁殖研究中心了 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压力 也是一个不小的究竟状吧 事情到了这一步 高层和基层都没有了退路 张和民他们只能背水一战 大熊猫在百万年间 圆核由盛而衰 以至兵临灭绝境地 究其原因 除了生存环境的改变 主要与自身繁殖能力有关 据当时的研究显示 有78%的雌性大熊猫捕孕 有90%的雄性大熊猫捕孕 在整个80年代 全世界研究机构 都对圈养大熊猫的繁殖 一筹莫展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当时大熊猫的人工繁衍 面临着三座大山 发青男 受孕男 幼崽成活男 它主要特点是 是幼崽比较弱小 它怀孕期一般才一百多天 是吧 幼崽特别瘦弱 所以有的生下来 不管它一两天什么的 就不行了 就是发育 相对其他动物来讲 说什么的就比较原始一点 生活能力 生存能力特弱 1987年 带着一丝不甘 张和铭前往美国学习 他进入爱达河大学 攻读野生动物 与自然保护局管理硕士学位 短短两年时间的学期 提振了他研究大熊猫的信息 我们连国宝大熊猫 这些方面都是刚刚起步 刚刚有一点 把熊猫的神明面纱给揭开 其他动物方面还找得很 美国在野生动物管理 野生动物这一套 理论这一方面 是已经走得相当成熟 相当高远了 两年的科学训练 改变了张和铭 1989年拿到渠位后 他重回四川卧龙 准备找回当年失去的尊严 科学的方法需要跟经验相结合 北京动物园的研究专家刘维新 就是在这样的合作需求中 被请到了卧龙 刘维新是当时国内顶尖的 大熊猫人工繁育研究专家 他1962年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 分配进入北京动物园 在这里他利用有限的资源 边尝试边研究 并大胆提出了一个想法 把牛马人工受精的办法 用在大熊猫繁育上 在大熊猫繁育研究专家 那个时候什么明明有的 咱们想想怎么做呀就想 以前就广东昆虫所 他们曾经做过鹿的财经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交流 看看它那个刺激器啊什么的 其他的什么鸡精碑啊 什么书精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都几个想办法都自己做的 这个熊猫繁育比较难的 关键问题啊这就是说 它的发行期比较短 有些一两天 两天多 不抓紧这个时间它就不行了 它这个发行期就过了 我们就采取几种方法 用精采出来新鲜精给它配 配到过后它这个发行还没有过 我们就又用这个冷冻机给它配 1978年春天 刘维新团队 任一只发行的雌性熊猫 先后进行了三次人工受精 当年获得成功 这也是第一次人工受精 大熊猫繁殖成功 经验和数据整理成科学论文 发表在1979年第九期的 科学通报轰动了世界 刘维新的到来给了卧龙重要支持 科题组由刘维新领衔 张和鸣出任卧龙中心主任助理 全力以赴配合刘维新 他跟当年曾一道被调理的 王鹏雁 以及汤蠢 周小平 黄炎 张贵全等 将其为后来者成立功课科研组 共同功课这一研究难题 我们那时候年轻嘛 出生牛都不怕虎 也有点常见和拼近 从来没了解过熊猫 也没饲养过熊猫 那我们就从最基层做起 当熊猫饲养员 只有了解了熊猫 掌握第一手资料 然后才能更好地把熊猫繁育出来 每天早上起来 就到了繁育场 先看一看 转一圈之后 然后就开始打扫 打扫卫生之后 你就给它喂食 喂到食之后就做记录 包括每天喂食喂多少 它分辨情况怎么样 分辨数量多少 然后体重多少 精神活动怎么样 都能做记录 就在此时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在秦岭做大熊猫研究的 攀门石团队 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经过长达四五年的跟踪观察 攀门石的研究团队发现 跟动物园人们观察到的 大熊猫性冷淡不同 野生的大熊猫生龙活虎 母熊猫发情时 四五只公熊猫激烈大斗 争夺交配机会 长期的观察记录显示 野外大熊猫幼崽的出生率 和成活率均极高 群体数量宁增长率为3.5% 这一数字是当时中国人口增长率的 十倍以上 大熊猫种群完全有能力自我延续 攀门石团队的研究成果 给了张和鸣一个重要启发 结合在美国学习的理论 他意识到 原来繁育中一个最大的障碍是 它在动物园不快乐 我们原来认为的熊猫 是一个孤独性的物种 后来我们的研究证明不是的 熊猫实际上 很典型的一个社群动物 只不过它有自己的领地而已 它有自己的家 平时我单独活动 但是它就是平时单独活动 它是知道的 它知道张三李氏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们要在树上 石头上 所有它的领地之内 做标记 以前我们的员工 管你吃不吃 我把那个踢盆端着 往前面用酒一踢 哗嗓一声就进去了 就从下面那个食物 第十五那个地方就提进去了 声音哐哐哐哐很大 那熊猫很有压力 吃不吃我不管你 我给你 然后到点我就收走了 说根本不管你了 那我现在就要求他们要 爱情思想要亲手亲久地进去 要在他吃东西的时候 或者呼唤他的名字 一定要做到这样 原来我们的兽医呀 穿着北大褂进去跟那个熊猫一打针 用那个吹枪一吹 熊猫害怕到什么程度 看到我们穿北大褂的 马上就在这个圈里面跑起来 就跑得口吐白沫 心率增压 非常紧张那种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就 让兽医也参与到 这个爱情思想当中来 把熊猫的手慢慢撑出来 跟他抚摸 跟他交流 后来我们打针 根本不用吹枪了 也不用吹铜了 直接把手臂撑出来 就打针到彩蟹呀 打针到现在为止 这一套完全能够实现 根本不需要 不像过去那种那种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改变了 逐步逐步推行 所以就第一年就很见像 第一年就生出熊猫来 1991年9月7日 就在张和铭团队 领受任务的这一年 卧龙中心 第一只大熊猫幼崽 白云诞生了 那次我们基本上 都是24小时通宵的观察 留了两个人在眷社里面 其他人就通过那个 闭路电视在那个值班时 你看看到他那个 一伸下来 小者一叫 大家都很高兴 都鼓掌欢呼 终于熊猫生长 那一天 张和铭的团队欣喜若狂 卧龙熊猫繁育中心 可以活下来了 紧接着 第二只小幼崽 绿蒂也出生了 尽管绿蒂最终 只活了六个月 但他却刷清了全世界 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幼崽的记录 1998年 人类第一只真正意义上 人工繁育的大熊猫 公主降生 张和铭团队正重向外界宣布 但熊猫发青男 配种受孕男 和育幼成还男的世界性难题 已经被攻克 一旦着装成长起来以后 他自己就做梦 就知道怎么去找朋友 怎么去完成交配 他完全清楚 熊猫只要健康起来了 原来存在的 发青男 配种受孕男 鱼幼成活男的三大难题 就彻底解决了 人工繁育的成功 是人类对大熊猫认知的 阶段性胜利 张和铭深知 这不是终点 大熊猫的保护的终点 是野化犯规 希望有朝一日 它们都能重归自然 自我繁衍 人工繁育走向野化犯规 中国大熊猫研究 终于形成了一个闭环 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张和铭说 至此他可以给自己 中国 世界 一个交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